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正 今天讲的故事叫 假想朋友 下课放学 乞川让小家替自己打扫卫生 小家尽管有事要早点走 但还是答应她的无力要求 春美看到这一幕 没有吱声 回到家 当想洗手 就听到有人喊自己 回头一看 桌上的杯子倒了 旁边窜出一只兔子玩偶 对春美说好久不见 春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 她试探性地问 是有心吗 时间回到小时候 作为独生女的春美没有朋友 经常感觉孤独 就在这时 有心出现了 她主动和春美一起玩 一起看书 对春美而言 有心是她唯一的朋友 而且有心也只有她才能看到 妈妈和爸爸离婚后 妈妈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没有时间照顾春美 有一次春美肚子饿了 可妈妈很困想要睡觉 便让她自己找东西吃 春美一脸委屈 蹲下身阴阴哭泣 好在有心拿了一盒饼干给打吃 春美这才破题微笑 有心的存在 让她忘了独自一人的寂寞感 可自从春美认识了小家 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后 有心的身影就消失了 时间回到现实 春美听着老师讲解 关于假想朋友的知识 才知道小孩子和假想朋友玩耍 在成长过程中是常用的事 春美向老师请教 长大以后假想朋友再次出现 这种情况有接受治疗的必要吗 老师说要根据假想朋友的性格来决定 如果是善良的假想朋友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带有恶意的假想朋友 那本人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 正说着有心悄然出现 她闻到食堂传来的香味 蹦蹦跳跳的跑了过去 春美一路跟到食堂 看到小家被急穿当成佣人使唤 她默默地走到了一边 有心不爽地质问春美 为什么不帮助小家 春美解释道 小家只是小时候的晚饭 现在不算是朋友 正说着敲门声响起 满身酒味的妈妈来找春美借钱 说最近老是不借钱 春美无奈地掏出钱包 给了妈妈一万日元 隔天春美上完课准备离开学校 结果被卷毛哥缠上 关键时刻 童年及隔壁的上人挺身而出 表示再敢纠缠就直接报警 这才吓走了卷毛哥 春美向上人道谢 不禁对她大声好感 回到家 春美把今天的经历告诉游戏 还说上人邀请她一起学习 游戏听完后嘲讽道 人家稍微对你温柔一点 你就飘飘然了 春美以为游戏是在吃醋 也没在意 转天要出门时 她发现钥匙不见了 找了半天才知道 是被游戏藏起来 春美和上人到图书馆学习 见春美在看心理学书籍 上人问她是想成为临床心理医生吗 春美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但是我不大擅长和人交流 只是说说话就会紧张 所以可能不太适合 上人闻眼安慰春美 并接级邀请她共进晚餐 今天是春美的生日 上人给她准备了蛋糕 春美欣喜地问上人 怎么知道自己的生日 上人坦言自己喜欢春美 于是向周围同学打听春美的情况 她提出想和春美交往 春美愣住了 不知该说什么好 上人见此善解人意地表示 不用马上恢复她 约会结束 春美回到家 有希质问她去哪里了 不是说好今天一起庆祝生日吗 有希很愤怒 她命令春美不要再和上人来往 春美觉得有希在无理取闹 有希直接发飙了 她打翻饼盖盒子 眼睛变得通孔 屋子发生剧烈震动 春美害怕地问 你不希望我获得幸福吗 有希却说 我是在替你着想 幻音刚落 台灯突然倒下 砸到了春美 春美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她捂着头闭着眼 对有希说 你不是我的朋友 赶紧消失吧 这话一出 屋子停止了震动 有希也随之消失 转天 春美到教师上课 打开书包发现 里面有个人偶的头 着实吓了她一跳 下课走出教学楼 一盆花从楼上掉下来 差点砸在春美头上 春美吓得魂都快飘走了 她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一些具有攻击性的假想朋友 可能会伤害本人 春美向上人倾诉 说起今天的奇怪遭遇 以及自己有家相朋友的事 她认为有希想伤害自己 担心如果上人和自己在一起 会连累到她 上人文言没有退缩 她坚定地表示会保护好春美的 不远处小家默默地看着两人 她找春美独自说话 告诉她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上人一直在欺骗春美 之前纠缠春美的卷毛哥 是上人故意安排的 之后春美就开始发生奇怪的事 也是上人做的手脚 这是她的惯用手段 先从精神上攻击钉上的女孩 再假装由她来提供帮助 好让女孩彻底服从她 春美不相信 认为上人不是那种人 小家亮出证据 她拍到上人和卷毛哥 有说有笑的照片 画面一转 上人来到春美的家 再次提出要和她交往 春美直接揭穿她的虚伪面孔 上人恼羞成怒 一拳将春美打趴在地 掏出刀子枪 对春美用墙 就在春美绝望之际 花瓶飞来砸在上人头上 有希突然出现救下了春美 她示意春美赶紧跑 春美踉枪地往外面爬去 可还是被上人追上了 有希见此扔来一支平底锅 春美眼疾手快拿起平底锅 往上人的头上拍去 将她当场拍晕 事后有希消失了 春美叫来妈妈 并报警抓走上人 直到这会儿 春美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了有希 有希可能一开始就觉得上人不怀好意 所以才不希望春美接近她 春美收拾着残局 无意间发现一张照片 照片中 自己和一位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 坐在椅子上 那女孩怀里竟然抱着有希 春美问妈妈那女孩是谁 妈妈瞬间红了眼眶 哽咽着对春美说 她是你的姐姐有希 是我害死了她 有希四岁的时候 有一次夜里发高烧 我因为工作太累 想着早上再去医院也没关系 结果一觉醒来 有希已经停止了呼吸 春美听着妈妈的讲述 想起了儿时和姐姐玩耍的画面 她跑到第一次遇见有希的地方 在这里终于见到了有希 春美问有希 你是我姐姐吗 有希点了点头说 我不能继续和你在一起了 你已经有朋友了 以后要坚强起来 春美哭着哀求有希 留在自己身边 但有希还是消失了 春美眼泪绝低 伤心到不能自已 这时妈妈跑来告诉春美 之前不见的钱突然又回来了 春美说妈妈酒喝的太多 应该是有人担心你 所以藏起来了吧 妈妈纳闷的说 谁会做这种事呢 春美表示 这世界上最关心我们的人吧 妈妈听完沉默了 似乎想到了什么 第二天 吉川又在欺负小家 吩咐她去复印文件 春美决定捍卫自己的友谊 她鼓起勇气走上前 躲过文件还给吉川 警告她不要太过分了 吉川被春美吓到 急匆匆走人 春美也浑身发软 第一次做这么霸气的事 她差点厚不住 缓过神后 她和小家一起走回家 俩人仿佛回到了儿时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